越晚越熱 你可以一直吹乾冰 對 乾冰也蠻涼的 今天要講說 因為夏天到了該怎麼樣辦 我們今天來為您介紹三位 遇到她們 歡迎我們的三位女人團 歡迎 當然我右手邊還有我們熱情如火 我們聯合國西南 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最適合出門玩 只是高溫讓人心逐氣躁 不小心就跟情人發傷頭角 猛多的女友想去海邊 卻又怕曬 巴比歐的女友則是狂做日光浴 曬出問題來 到底夏天會玩出什麼火氣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今天還有好作品要介紹給大家 對 愛上遊樂 我們為全台的遊樂園宣傳 沒錯 這是一個我和阿璽發行的EP 叫愛上遊樂 然後它是觀光局 2015年全台灣所有遊樂園 都可以聽到的代言歌曲 恭喜兩位新作品 是 謝謝 愛上遊樂園 沒錯 夏天因為有的人 女孩子你們會一直在 阿Q說我們男生不貼心 帶你們去戶外日投赤炎炎的地方 會這樣嗎 會嗎 男生真的很無聊 而且你知道夏天就想說要出國避暑 然後之前我只是想說 我爸可以順便載我去那個桃園機場 他就說他很熱心要載我去 結果他冷氣壞掉 我整個那個吹到那邊 頭髮都黏在臉上 現在還有機會壞掉 他就真的剛好壞掉 而且這樣就算了隔年 他還要載我去另外一個地方 也還是壞掉 這跟他有修的意思 意思沒有修 還在整理 他說那個灌冷煤有點貴 我都想說我幫他出 那這個照片是什麼意思 這照片就是他載我去機場 我原本化了一個漂亮的妝 然後到達目的地就變成這樣 妳這樣還滿漂亮的 這感覺很美啊 就是感覺故意的 很漂亮啊 就感覺很故意風吹的 這不是冷煤的問題 這個車子是沒有擋風玻璃吧 我爸還說他會開得比較快 所以就會比較涼 他叫我開那個窗戶 這樣讓風吹進來自然風 可是我身為男生這邊 我真的覺得就是 女生在夏天的時候 都會嚷嚷說 想要出去玩 對 但這個一出去就因為熱 然後要嘛就吵架 不然就把情緒發到男生的身上 這個我覺得我們這邊都非常可憐 真的 還好吧 我覺得很應該啊 對啊 你們自己要選那些地方 男生選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我一個男朋友 他就特別喜歡看《華龍舟》 他每一年都要看 然後都是 今年要不要來看 他們會去滑 為什麼 誰要看《華龍舟》 非常好玩的 他要現場看 不是電視 他要現場看 但是因為都在河濱公園 其實看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因為那天真的很熱 五月的時候很熱 在那邊看沒有遮蔽物 就跟去海邊一樣 還有一些男生喜歡去海邊 沖的那種有沒有 也是沒有遮蔽物 我以為你是去海邊曬成這樣 還滿可愛的 應該也是可能走在外面就會 我超容易會曬傷 所以我走來走去馬上就會很紅了 就很煩 那你這樣適合去曬太陽 還是你都在互 就是室內吹冷氣 不是一定要擦那個防曬 沒有防曬的話 我喜歡去海邊 可是每一次我去 我回家 我皮膚都開始就是 脫皮 這是皮膚白的人的困擾 對啊 你講夢多 其實波麗絲也沒有啊 波麗絲才沒有 不要再罵執行班長囉 七位行人 夏天你們都會去海邊嗎 會去的請舉圈 不會去的請舉擦 都會去 波麗絲不去的原因是怕曬黑 是不是 對啊 真的只有你沒有 你真的怕曬黑 不是有一次就帶他去跟 欸 你要講 好好講 不然你會被我們自己人打喔 欸 為什麼 為什麼跟我們法國的朋友 我不太喜歡 就是很少在保養就是什麼 就是很懶的保養 是啊 因為你看起來 也像是沒有保養過的 就是我通常都是在 沒有在 很少在戶外的活動 所以有一次我就帶他 帶朋友 就是女朋友去看電影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天氣那麼好 為什麼要去看電影呢 他就說要去戶外活動 去海邊之類 可是要去海邊 我又沒有車 然後如果搭客運 或是火車 我覺得很low 你可以騎腳踏車 他說很low low and low 那些鐵道迷的朋友 弄他 公眾 他說low 他說low 他講他講 然後就是重點是 我很怕曬黑 OK 對啊 我覺得有些女生真的很矛盾 真的我覺得就是 對 對不對 夏天又想出去 對 然後也想去戶外 但是一去戶外呢 就挨挨腳 對 沒錯 有一次喔 因為他想要去那個 迪士尼 海洋世界 迪士尼 迪士尼 他一直跟我說 我要去海邊 我要去海邊 本來想去迪士尼 但是 我聽 以為是他想去海邊 所以呢 我拍他去釣魚 差很多 哪有 尼尼尼跟海邊 不是 還走床 應該要噴他了 沒有 對啊 這個叫做Bitch 好嗎 而且他已經對你很好 他根本就很愛你 女生要去海邊 他怎麼上廁所 在那邊曬他 海邊可以直接上廁所 海邊有像你下廁所的地方 我要跟你講 應該是說 他要去迪士尼 就算要看魚 也是看NEMO那種 不是那種釣魚的那種魚 沒有 但是不是很好玩嗎 而且 我已經幫你弄到終點 你還要再往回開著 對不起 沒有沒有 對不起 謝謝 來 吳子龍 下一位 去海邊不是 大家都應該做的事情嗎 為什麼在台灣 夏天那麼熱 還要那麼忙的去看 很多很多景點 要很忙 我有一次 我有帶我之前的一個女朋友 去隆洞 隆洞就是去浮潛 或者就說 對 廢洞之後 你覺得 漂亮 就是要去嘛 然後你帶那邊 你是不是覺得 你帶一個下午都沒問題 如果你會攀岩 你可以去攀岩 如果你不會攀岩 盡量不要攀岩 然後 可以玩很多東西 不會 但是為什麼 我在那邊20分鐘以後浮潛玩 現在呢 現在就享受太陽啊 什麼 那下一個景點嗎 就 沒有啊 沒有 就這個啊 他們外國朋友 真的是可以在沙灘上面躺一天的 你們都不會晒傷嗎 這樣晒一整天 還是會啊 因為在美國就是 因為他覺得太白不好看 所以他們就想要晒黑一點點 所以你不是從美國來的 對 我就本來就會晒傷 所以我沒辦法 可是如果可以晒黑一點 應該會比較 就要陽光比較 就有健康的感覺 其實所以 外國人很羨慕我的皮膚顏色 還好 我們都還好 真的啦 還好你的皮膚啦 沒有 夢多 夢多跟你說 黑要黑得好看 你黑得髒髒的就好了 哪有髒啊 噁心 真的 欸欸 可以了 髒的可以退去了 我們來聽一下最乾淨的筆喔 就是 法國 我們法國人很喜歡唱黑 因為我們覺得 黑黑的皮膚比較好看 比較健康 你怎麼樣都好看啊 可愛 那真的 法國女生 我跟你講有病 我不說台灣女生 我說法國女生有病 為什麼 因為我一次去西班牙南部 的海邊 跟我女朋友 然後在那邊 夏天真的很熱 然後告訴他一定要防曬 對不對 因為他的皮膚也很白 他說我不用我不用 我要說 我要用那個防曬油 所以我會上黑比較快 那下午我們上學校 然後 下午到五點 起來 他的臉很紅 然後 下午晚上 他的臉跟他的項目 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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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然後也很不好看 所以他 三天 在房間裡面 過了 不要出去 晚上要去飯 我一定出去買東西給他吃 那我知道很煩 可是有時候他防曬油 男朋友也會很煩 就說什麼 出去 不是 是開車出去 然後就說把他的皮套 弄得白白的 然後你長得黑他也要罵你 把他的套子弄得白白他也要罵你 等一下 你冷靜 主持人這我一定要講 是 因為我曾經就是載過 一個藝人叫佐安安 你們知道嗎 安安姐 哇塞 你怎麼會載到他啊 沒有 我們那時候一局 就是我們有要就是 去看個東西就對了啦 反正就對了 因為那時候節目有合作 重點是他也是超怕黑的人 所以他一直防曬 就好像狗在那裡那樣對不對 然後結果你知道嗎 下車的時候啊 我的車的椅背上就一個人的印子 白的人的印子 而且我告訴你們一件事 男生不是故意要生氣的 而是說那個防曬有的品牌不好 它的內容物比較毒的話 你的意思是說你的皮 它就一直有一圈在那裡 有一圈 因為我曾經就一個掌印在那 然後洗不掉 因為我們這個在意大利非常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放一個毛巾 乾淨的毛巾 在那個車子的椅子上 對 你想要擦什麼就擦什麼 你先把那個游泳的大毛巾 他現在在吐我巾的意思就對了 當然了 有一點 我選起來 是新一點嗎 不要再起伏我們台灣的美女 拜託 對嘛 我覺得除了泳在海邊 海邊以外有一個地方也很可怕 約會的地點 就是公園 公園很可怕 小黑蚊蚊 小黑蚊蚊 而且是叮了之後就是一直留疤 消不掉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男生常常比如說我們吃完飯 或看完電影 最後散步的行程一定就是公園 沒有那是因為他還沒到手 他才想要帶你去公園 對 逛一逛 他想要到手的之後是去哪裡 就回家吧 他想要帶他去公園 就是可能一開始要親親的時候 而且你說不花錢 然後去的地方 就是你會用的 公園真的很差 對啊 他也可以帶你去急診室啊 有冷氣啊 自我印象中我大概 可能20歲上下的時候 約會的一個最可怕的地點 是中正紀念堂 因為它也是類似公園 然後 沒有 我跟你講 去大廳那附近走還OK 因為沒有什麼蚊子 然後還有燈光 大廳沒辦法走 多找學校同學在那邊練舞 對... 妳根本走不了 就是我想說是散步 就在那邊繞一繞而已 在那邊涮涼 對 那邊涮涼 然後也有燈光 也不會有什麼蚊子 可是他就會帶你走... 走到草叢邊 你知道嗎 那個男生反正就是因為 剛談戀愛嘛 就會想說要抱抱你啊或什麼的 可是我的衣服已經濕透了 夏天就真的不行 很熱 對 然後他手一touch到你的 不舒服 就會整個那個原本濕透的衣服 就會黏在你的身上 然後黏在身上之後呢 他試圖要就是聊天幹嘛 我就說真的不行 我要回家 然後回家之後 我發現多可怕的事情 因為我整條腿都被蚊子叮滿 叮滿就算了 我連胸部都被蚊子叮 因為他就是衣服鬆鬆的 然後飛進去就是 屁啦 明明就在那邊脫衣服 你才會在那邊脫衣服 太硬喔 這個更太硬喔 只有你會在草叢脫衣服好不好 反正就是胸部也有被蚊子叮 我很難受 所以後來只要有男生約我 就是去公園 或是去這種有蚊子的地方 我一律就說我要回家 所以你也不能接受爬山 爬山可以 因為有預備去爬山 你就會帶防蚊衣啊 然後穿得比較長袖 就是你有預備你要去 配套措施要先準備 就是你的溫劑啊 就是瞎見 你可以帶那個蚊子的 可是他要沒有用 我跟你講他沒有用就是 有一些體質就真的 其實現在很方便啦 你到便利商店就可以買啦 我跟你講去公園的行程 都是他就會直接帶你去 我們等等就去 絕對不會先跟你安排好了 可是說爬山兩個字 是你們女生願意 我願意啊 怎麼可能 這是真的啦 你們有帶過女朋友去爬山嗎 有的話請舉圈 沒有的請舉叉 爬山比海邊好 如果是公園跟爬山 我會選公園 你不覺得國賦青年館 就很好逛嗎 是 國賦青年館 可能也是要走在有燈光的地方 到草叢一樣是被我的人 你幹嘛跟他一起去草叢 你幹嘛跟他一起去草叢啊 你剛剛就是去甘蔗園好了 莎莉亞 妳為什麼一直去草叢 我不知道我就說 但是你們都很愛戴 就是這樣 妳為什麼每一次都被戴在草叢裡面呢 我們真的是不對的對象 妳還問 妳很害羞耶 可是妳還一直問 而且妳等去玩草叢 每一次胸部都會被咬 妳看妳被盡到草叢 妳的胸部從那時候腫到現在 都沒消過 那妳還滿好的嗎 那應該是被蛇咬 中蛇毒了吧 腫到現在 中蛇毒要被吸出來喔